你可以发现这地方呢 如果说要计算它的时间 你可以在读进来之后呢 这边设一个 我就是叫L1 L1或者叫L也可以啦 你可以给它一个乱数的名 一个变数的名称 然后取得什么呢 System.CurrentTime- 那这边有个说明 它是一个long 是一个long 所以呢我们宣告成long 另外的话呢 它这边有个说明 这个说明里面呢 它有提到就是 某一些 这个作业系统 Operation System 可能会比 因为我们翻译成毫秒 可是呢实际上 有一些作业系统 因为它是跨平台 它可以在Windows 可以在Linux 可以在Mac上面 可能会有时间不一样 你可能同一个程式 在Windows跟Linux 它的结果不一样 比如说我run出来结果 好像数字不太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 我取得这个值之后 丢给什么呢 L1 接下来我要在哪边去做计算呢 在这边先给Enter System.Oper 先换行 因为把那个地方换行之后的话 接下来 再输出什么呢 耗时 冒号 加上什么呢 System 就是现在的时间 减掉刚刚的时间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就是现在的时间 减掉刚刚的时间 加上毫秒 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 执行 假设我今天跑一个多少呢 跑一个数字比较多一点 跑100元 Enter 就会出现 5919 如果是毫秒的话 毫秒理论上应该是千分之一 可是千分之一 再除不要5.9秒 不对啊 所以这个数字呢 应该会更小 所以他刚刚的解释说 某一些作业系统 那至于正确的多少秒 恐怕要再换算 再换算 也许这个地方 可能这个可能要查一下 可能他再除以多少 除以 他可能 再除以1000吧 就是千分之一千 或者万分之一千 有可能 假设我今天100 1000好了 好让他输出 输出之后跑1000 不会跑这么久吧 因为到999 所以你打1000的话 他结果 如果你打999 可以吗 可以 全部 不难 而且3毫秒就跑完了 3毫秒 因为他只是一直比对嘛 那如果比对没有 就换下一个 没有就换下一个 因为现在的CPU实在太快了 你根本不用去担心说 他会delay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要让这个程式 跑久一点 你可以做一个方式 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 再加一个9 再加一个9 99999 然后呢 这边 99000 好 那条件的话 我就输出大一点好了 99999 这样会不会跑太久 这样 对 还是很快 好 那再一次 直接给他99999 好 这就有点delay了 有点久了 因为他一直在跑 一直在比较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顺便 顺便了解一下 他的跑的方式 然后在这里加上一个时间 我们不要跑 然后去计算说 你这个程式到底效率怎么样 因为其实最后我们 在撰写程式 尤其很复杂的程式 一定要知道他怎么写会比较好 而且写作的方式有很多种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说 array sort 很简单 对不对 你也可以去试试看用所谓气泡排序法 气泡排序法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我大概说一下 这边 有没有 坏哦 他的逻辑很简单 他逻辑就是说呢 我今天 追小鱼 我今天去比较 比如说我今天 这个值有没有 好几个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跟下一个比 跟他比 如果说 我比 应该是由小到大 也就是如果今天呢 我 这个是五好了 这个是三 这是六 那我如果跟他比 不用搬 可是我跟 他比的时候呢 我比他还要大 所以我应该在下面 那气泡排序法的原理就是说呢 我另外再多一个什么呢 空间 这个可以是T 或者叫做Temp也可以 TMP也可以 那我就直接先把什么呢 这个值 丢过来 保存 他现在是五 再把这个值怎么样呢 丢到哪里呢 丢上来 把它盖过去 那现在这个不就等于三了 对不对 那这个五的话怎么办呢 再搬到这边来 这边就是五了 这个就是 所谓的气泡排序法 也就是说我 搬家 用搬家 那搬家的话 一定必须给他一个 暂存的变数 那这个暂存的变数呢 就是增加一个T 或者叫做Temp 或者叫TMP都可以 把 如果我比对的结果 需要搬的话呢 那就把大的搬到这边来 然后呢 再把 比较大的 因为我要由小到大 那就把大的先搬到这边来 小的搬上去 再把它怎么样呢 大的再搬过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气泡排序法的方式 那前面也大概有提到过 比较 那这边的话 我想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利用气泡排序法来排 那当然呢 还有一种方式 因为这边题目里面 并没有讲到说 要做那个 就是说呢 就是说那个 重复的问题 那如果说今天呢 你实在是最后程式 写到最后呢 没办法排出来的话 就是这一段有问题 建议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一段不要写 这一段不要写 那先把程式写出来 比较重要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 除了说在这个 程式里面加上时间 耗时时间之外 那试着用所谓的气泡排序法 排看看 气泡排序法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